侯童的大粗坑步道是瑞芳区知名的步道之一 每天都会有许多人入山挑战 但是步道入口处附近可以往上看到涓涓流水 那里就是菜刀轮瀑布 虽然说现在是枯水期间 但是仍有涓涓细水流下 让许多要进入大粗坑步道的游客 眼睛都为之一亮 宫桥里半岭路的尾端就是大粗坑古道的起点 在桥正后方的山谷间 两侧山壁的中央有座四细白长圈的菜刀轮瀑布 有石层楼高 但水量不大 不过往下一看 水流就落入丛林里 之后汇流后又再度出现 那好像怎么样 就是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那水风比较多这种地方 很少啦 这我们宫桥的宫桥里 宫桥里是我们的宫桥里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点 刚才为了这个大粗坑 这个宫桥里的 刚才进行车 如果要去八山的人会经过这个地方 这个景点 从我们四人到现在都是天然形成的 都没有受到污染 当地医长表示 蔡刀轮瀑布就位在大粗坑步道入口处的旁边 抬头一望就可以清楚看到 因为瀑布高度约有石层楼高 不容易接近 所以受到的破坏也比较少 算是大粗坑步道附近难得的美景 这样看的吗 不错 那里很高 我一头一次看的 不错 好 如果要八山的人 以及要交友他人的人来到这 都有很多分多精 让人情况整理 所以 如果有机会来教教你 八山 那些是观光的人 就可以处处停留 看这个 蔡刀轮瀑布的美丽的光景 今天第一次上山来的民众 在经由里长介绍下 看到难得的美景 都觉得仿佛置身 室外桃源 瀑布流水倾泻而下 到野溪中汇流 也让人见识到大自然的力量 谢成威 瑞芳采访报道